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你看看中亚五国元首峰会 刚刚举行落幕 在吉尔及时举行 签署了很多的合作的文件 哈萨克总统托卡 也付直接的提议 干脆下一次还可以邀请中俄高级代表 也一起来参加 所以这样的中亚五国的元首峰会 代表意义是什么 中国在亚洲的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吉哈乌三国领导 他们签署了关于21世纪 终极木林友好与合作发展的协议 木林是谁 当然是中国了 俄罗斯这时候抽不出手 忙着打仗还要被制裁 还有反制裁 这个时候中亚的安全事势 美国要全方位积极填补 但是显然补不上 中国就是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大概三月二号独立报外媒的报道 曾经还说 美国曾经向中亚五国提议 要建军事基地在他们当地 结果都五个国家都表示困惑不安 所以就婉拒 没有办法接受 担心会有其他不必要的冲突跟风险 但是中亚跟中国的关心 越来越紧密 包括中亚的中欧班列车 这个其实影响真的非常大 我们在看运输 在看物资粮食的时候 它的影响力已经累计开行 超过2.5万列的时候 光时间成本跟金钱的成本 对于两边的关系 两个大陆板块的合作 简直是已经是非常畅通 而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取代的 而中国跟中亚天然气的管道 全长更是将近一万公里 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 还有土库曼向中国喊话 要打造中亚交通枢纽 所以看清楚了吗 还要还清中国81亿美元的欠款 天然气4分之3以上出口到中国 去年两国领导还敲定 要建第四条输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所以看到了经济基建 能源物资的合作 都透过了这个路上海上 紧密的结合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所以当中国一带一路 要寻找欧亚的贸易的 新伙伴路线的时候 原本当然土耳其北方 黑海这里这边就乌克兰 本来可以从乌克兰 俄罗斯这里进行的 现在正在找替代方案 所以现在从哈萨克转为 往这个方向走的这块路线 成为跨离海国际运输通道 非常重要的一个最新的变化 很多的物资很多能源 不再需要像俄罗斯乌克兰 过去一条油管天然气管 就可以送过去了 现在在这个通道上 中国产生了新的影响力 他们要走新的通路 终极乌铁路当然也是重中之重 目前已经规划之后 确定明年要正式来改了 这个月才正式被列入了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 优先项目清单 这个项目清单一通过 立刻明年开始盖之后 会有什么样重大的后续的影响 当然是中部走廊的完整性之后 加速了提供了更多的替代路线 更跟南边的土库曼 伊朗这些国家 立刻更有紧密的合作 跟经济命脉的相连 那么在这当中路线上 所有的这个包括哈萨克 宣布要把加大队离海沿岸 投资等等的 都告诉大家 中部走廊成为可能 陷入的主要驱动力在哪里 不是美国 不是欧洲 不是俄罗斯 就是中国 所以现在北京也正在 努力的说 我养中哈边境的阿拉山口 这些铁路口岸的通关程序 进行当中 显然固好邻国的中亚五国 就是本来是美国的后院 现在后院要失火了吗 乌克兰 乌拉圭 还跟中国签署了FTA 那么台湾在南美洲 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就在隔壁 不知道 当然这是很多分析也担心会 我们的邦交不知道会不会因此也受到影响 而哥斯大利加的民主报也报道 中国龙一跃而上 要往拉丁美洲 他们开门要迎接了吗 带着开放的思维走向中国 哥斯大利加 会以开阔的胸襟迎接 中国的到来 这当然从各个区块的反应来看 不管路上的交通 海上的霸权 都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 亮哥 我觉得中国也刚好就是一个特殊的定位 因为中亚这几个国家 他们都是从苏联帝国出来的 所以他们对俄罗斯是有疑据 可是他们又都是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 所以基本上在安全议题上 还是必须依赖俄罗斯 最近哈萨克就是这样解决的 可是他在具体的经济 还有政治上 却不希望跟俄罗斯走太近 因为他们怕俄罗斯 他们本来是要倒向西方那边 结果俄罗斯就想说 不然你们跟中国去打交道 所以中吉乌铁路就成了 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然中吉乌 我说这些国家可以倒到西方那边 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 中国就变得有特殊的优势 而且这几个国家 因为就是中国去跟他合作天然气 所以他就可以付钱 我帮你把天然气拉到中国 那当然你会收到钱 所以那个债务很快就还清了 中国又刚好可以提供他们 最需要的基础建设 还有各式各样的贸易 投资 方方面面 市场 对 就是所以在这里 他们自然就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的意思说中国就是 有些巧妙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因为 他不政治挂帅 他以那个经贸优先 然后协助基础建设 然后带头把大家整合在一起 所以就很自然的 人家就会觉得说跟你在一起 有利可图骂 就是这种状况 实际上中国在任何地方 幾乎都是这样 比如说中东也是 他现在跟沙特阿拉伯也开始好了 跟伊朗也好 事实际上他跟以色列也很好 你就想一想这三个国家 根本就没有办法坐在一起 结果中国跟三方都好 各式都有利可图 对 就是因为他是经贸 经贸優先 然后协助基础建设 中南美洲也是如此 事实上这种外交模式 坦白说 很难有国家能够跟他竞争 而且他又是党国一体 你看他带头的国营事业 国家的政策银行 所以不管就是执行力 然后你去看他在中南美洲的经营 比如说去盖码头 就都是中原集团 然后去盖电力建设 就是国家电网 基本上然后水利建设 也都是带头的公司 所以他就有延续性 然后又在每个国家 不同国家之间又可以复制 就是这样的国家真的很少 你美国或者是西方各国 一定都是民间企业 就不一定听政府的话 然后也不一定都是你在做 也会有别的企业来竞争 然后还有贷款 如果超过超过十亿美元 要联合贷款 要审查的过程 就会非常冗长 那都是民间银行 所以在这里真的 中国就变成它是一体化的 这种经贸優先的外交模式 确实在很多国家都产生了效果 这个效果已经都会陆续在展现了 都已经各地开发结果 真的已经开发结果 你看如果中极乌铁路 再盖起来的话 这个影响跟扩大的半途 早就不是同日而语 这个我们讲到中极乌铁路 尤其是中亚五国 刚刚看到土库曼 特别跟中国遭守这件事情 因为土库曼算是中亚五国 比较西边的国家 刚刚我们委员讲得很清楚 亮哥讲得很清楚 这些国家有一个特质 他们当初都是苏联体制下的一部分 成员 所以他们对俄罗斯 是某种程度的不安 这是确定的 可是在现在尤其中极乌铁路 开通这件事情之后 代表的就是 它跟中国的经贸关系的结合 这很重要 而且中极乌铁路是将来 从中国一直到欧洲 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我们讲思路也可以 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好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因为俄乌战争 美国把俄罗斯推到中国那边去了 是 在亚洲搞AUKUS 找做四方对话 把中国推到俄罗斯那边去了 他上个礼拜到中东去 又把伊朗推到中国那边去了 可是这三个国家没有连在一起 中亚五国是关键的 中亚五国是重要的 不要忘了20世纪末期 布勒金世纪讲的那件事情 当这三个国家 能量结合的时候 地球的政治风荒 碰碰会整个改变 是 往哪个方向改变 如果按照我们亮哥刚刚讲 如果中国大陆 用基础建设 输出作为一个主轴的话 那就是整个世界的繁荣 开始 强权的版本 而不是军事输出 而不是用我定世界 定世界运作规则 你不听我规则 我就修理你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大家把经济制度一起 对 一起活 那世界规则就改变了 是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这是好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歡迎回来提北新闻大白话 刚刚我们讨论到 包括陆路 包括海运 所谓的世界霸权 在这次版图俄乌战事之后 似乎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终极乌铁路也要盖起来了 教授在看这些美国当中的影响力的时候 产生的衰弱 跟中国的崛起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产生的变化 已经非常非常明显 未来再往十年看的时候 又更是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对 中亚还是很重要 而且中国大陆的经营 也不是一天两天 他做了非常久 加上最近这些年 是用一带路做一个把它做连结 那就像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跟中亚五国的领导者 有视讯峰会 也庆祝建交三十周年 我们应该印象很深 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 王毅不是去一趟南太平洋 这个八天十国 那他其实下一站就飞到中亚 参加中国大陆跟中亚五国的外长会议 而且在里面还敲定了一些东西 要让中国跟中亚五国的元首 视讯的会议 峰会成为制度化的设计 所以他的布局很多 大概都是从经贸 基础建设 能源 这方面去做着手 现在大家反而比较注意的是 俄罗斯跟中亚五国的关系 因为的确是 他因为有他历史的渊源 所以在政治上 对俄罗斯还是忌惮的 前一阵子最明显 安利达应该印象很深 哈萨克 因为哈萨克托卡耶夫 他是在7月份的时候 他要脱离 这个独立国协的一些 这个所谓货币的一些机制 那其实这是有前因后果的 原因我们应该也有印象 不是才在今年初 哈萨克内部发生动乱 对不对 集体安全组织 而且是要求集体安全组织 派兵维和部队进去平安 当时这集体安全组织的维和部队 当然是以俄罗斯为主軸 但是在这平安之后 其实两国的民意之间 已经有一些对抗的地方 就是俄罗斯的姿态是比较高 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很多地方你应该要回馈 头头抱脸 比如说克里米亚地位的承认 你都没有做 还有很多一些相关的事情 和俄语在你们国家的地位 等等等等 所以再次会造成说 今年3月6月7月份的时候 俄罗斯也寄出一些方法 去反制哈萨克 给哈萨克施压 因为现在是战争当头 俄乌战争 可是如果我们听哈萨克总统 托卡耶夫这些公开讲话 其实对俄罗斯听起来就是 你看起来很中立 其实你就是不够挺我 因为到目前为止 因为俄罗斯施压 你还是不承认 乌东地区两共和国 克里米亚也是如此 那哈萨更明显的地方 是在6月份的时候 圣彼得堡举办的一个 国际经济论坛 他跟普丁是同桌 在同一个场地 面对媒体很直接的询问 你对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他其实很多讲法 是比较同情乌克兰的 当着普丁的面前 非常明确 还有他特别讲说 要我去承认 乌东地区两共和国 我认为不可能 因为联合国宪章 因为这总统托卡耶夫 特别讲说 他说联合国宪章里面 有两个相互矛盾地方 一个是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 跟主权完整 第二又是尊重民族的自觉 所以这方面 我是没有办法承认 否则全世界会有四五百个国家 这都是出了普丁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愤怒 意外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提配新闻大白话 但我们再看到 跨离海的国际运输通道建立了 马上终极乌铁路 明年就要开始盖了 影响了整个路上的版图 产生的变化 我觉得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中国这种以经贸为主的外交模式 就更容易成功 当然就取决于 当事国是不是争气 如果你自己不争气 就会像斯里兰卡这样 变成债务危机 对 崩溃 破墙 听说下一个个案 也许是非洲的尚比亚 可是我们也看到成功的例子 比如说中亚 还有很多国家 所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 自己的国家 你的自理能力好不好 然后对于争取的基建 能不能让他发挥充分的作用 把自己的经济往上带 这个事实上历来 各国都是如此 像韩国也是外在带动的 人家都做起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已经要把自己的经济 做起来 所以我把自己的经济 建议 你能让他做起来 什么事实上